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機會會跟其他人溝通 但是不知為何 有些人總是會把想說的東西藏在心裏 無論如何都不肯讓人知道 我好清楚知道他就是這種人 那天我跟爸爸搭了很久的車 在一個叫大澳的地方探望人物 我問爸爸這個地方這麼漂亮 為何不早點帶我來呢 爸爸告訴我 那裡有一個很漂亮的名字叫做香港威尼斯 他小時候住在棚屋 那些屋子是建在水上的 爺爺是一個很嚴肅很傳統的鄉下人 可能是爸爸記性不好的關係 對於他小時候已經不太記得了 我只知道爸爸在很久之前已經搬出市區住 一直都沒有再回去 他一直都很明白 爺爺只有爸爸一個兒子 爺爺只有爸爸一個兒子 爺爺會對爸爸這麼兇 好可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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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陽 能夠 終於我們回到爺爺的家了 當我見到爺爺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爺爺都不是體育的 她已經很老了 一直都躺在床上休息 媽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她說爺爺經常硬硬硬地寫信 但是她知道爺爺的心是想著另一個人 信裡的爺爺一點都不餓 反而好像長天 我想她知道爸爸記性不好 所以經常在信裡提爸爸要穿多件衣服 可惜她最後都沒有記住出去 我想記性不好是有遺傳的 可能我知道那一天是爺爺六十歲生日 我第一次見到爸爸流眼淚 所以是阿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